老板,来三条盒子,多少钱? 一千五 喂 老板,扫码 诶,你怎么把单给买了? 都一样的,都一样的 就是啊,你怎么把单给买了?走走走 我再骑你,走走走 来,兄弟们,今晚不赠不归 我先接个电话 好的,我知道了,一会就回来 嗯,好的,拜拜 来来,咱俩先干一个 一会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 反正又不用我们买单 咋意思啊,不是说好你请客吗 怎么能有让木上买单 反正他人傻钱多,不是每次出来都还买单的吗 咋啦 你有钱,你可以 我没钱,我才不给你 回来了,来来来,继续 不行了,不行了,今天喝多了 今天喝多了 你这才喝了几杯啊 我去三段厕所 我也去一下 你好,先生,你们总共消费八百八 给你们打完折是八百 我们还没吃完呢 你那两位朋友说你们吃完了,那我来找你接账 这么点酒喝成这样 走,回家 走,回家 喝这点酒,你还能不能起来啊 这点酒就喝成这样,你还喝个啥呀 要不给他家人打个电话吧 别管了,下雨了,走,我们回家 哎,来电话了,孟少 喂 你俩给我听好了 我没喝醉 你没喝醉,你躺地下干嘛 我一直以为 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我们一直都是兄弟啊 不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不是了 我告诉你们 我不是人打钱多 而是 我把我们的友情 看得比金钱更重要 看得比金钱更重要 不是 改得不可得 爱过的 疼过的 好聚又豪盛的 幻想中 哭笑不得 奶奶,你这样子 你叫我一声孙仔 孙仔 哎 拿着奶奶 谢谢 A few moments later 你做什么嘎 我就觉得你洋气 然后我街头做采访的 我猜一下你的年纪好不好 我猜,对了 你就送个鸭子给我吃 如果说我猜错了 我送个鸭子给你吃 好啊 行不行 行 我看一下啊 有人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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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猜对了 你是不是要送这鸭子给我吃 你能不能做到 你可以做到吗 奶奶 啊,你做得到啊 我猜你应该是63岁 对不对 你猜不对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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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七十多的啊 七十五啊 你怎么那么显年轻啊 我问一下你 奶奶,你家里有几个人啊 我家里有十多个人 有十多个人啊 家里有哪十个人啊 呀,我给孙啊 给儿子啊 我给女啊 你现在一个人住吗 啊,我有个人住 阿姨,多少钱一家 一十一 一十一 一只鸭子大概多少钱 五十多元 你选一个 奶奶,你拿着 来,把我红包拿过来 啊,奶奶,我问你一下啊 就是呢 我的直播呢 就是想逗你开心 你今天开不开心啊 开心啊 人好心好 人好心好啊 教你们啊,我解释一下 我呢 就是想逗老人家呢 开心一下 我奶奶如果说 也是她这个年纪的话 跟她也是差不多一样大了 我奶奶也是七十岁八十岁的人了 如果说我奶奶在的话 我天天跟我奶奶开玩笑 奶奶,你这样子啊 你叫我一声孙仔 孙仔 哎 拿着奶奶 谢谢 奶奶,祝你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啊 上来上来上来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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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今天贵根啊 我今天那五十楼的 小孩多大了呀 小弟都是三十楼的 啊,一天卖菜能赚多少钱 三十块钱 四十块钱吧 啊,你这样子 我给你出道题 你答对了的话 我就按一块气给你算 行不行 那是一加一 一加一啊 那太简单了 你看你天天很聪明 你看你这上面都没有头发的一人 一般都很聪明 我问你啊 我问个简单一点的是不是啊 我问你啊 猪是怎么死的 答对了 我给你整理买下来 就是我 五十楼便死的 有个罗兰子公 我 我说猪是怎么死的 打过去咯 你家吃的猪啊 我家的就是 用刀子是 啥死的啊 可以点死可以闻死可以 啥死 想他怎么死就是 你就别撑了好吧 咱们咕一下 不能杀我的贵 八十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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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有四十斤吗 这的啊 你买一点点很贵的 一块几毛钱一斤啊 一块钱啊 八的一块钱三块多 三块钱啊 三块钱啊 四年 哇 真是的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你跟我开玩笑 你刚刚说多少钱 一块钱 一块七 一块七毛钱一斤 兄弟们 八十块钱贵不贵 贵的打贵不贵的打不贵 哎呀 你觉得八十块钱贵不贵 小声音乐 让他听到贵不贵 毛十四斤贵 贵了一点啊 那我买你的好不好 我买他的 买他的不买你的 不买你的 你不你不卖了 卖 但是为什么那你不卖给我 买的他就是呢 我买了他的再来买你的 来吧我给你买东西 别看了好不好 他好看是我好看 你好看 请问一下 好在那汉吃 不能去 哈哈哈哈 啊就按一块七毛钱一斤算啊 我给钱给你 你说不要 一块七不卖了 啊 一块七不卖了 啊 哈哈哈 一块七不卖了 要回家吃饭了 对 为什么 因为我要吃饭了 要要买也要多加饭钱的 啊要加饭钱 对 那你说多少钱一斤 两块 哈哈哈哈 那你卖四块算了 好吧 啊 你卖四块啊 行不行 好吧 那叔叔给个红包给你一试一下吧 啊 多少钱叔 就一百块钱拿着拿着拿着 拿着喽 你这样的话我就不开心了 我以后不找你浮动了 好吧拿着拿着 拿着喽 太假了 说句实话啊 你太假了 假的狠 开不开心啊 开心就行了啊 什么情况 不是兄弟 你怎么回事 急急忙忙的 没啥 哥几个 我老婆快要生了 我先着急去医院 没事没事 你快去吧 来来来 我到前面找个车位就行了 好 那感谢了 不好意思 你这个项目 我们公司 但是不考虑 谭经理 这个项目对我很重要 你再考虑考虑吧 孟总 兄弟 是你们 这不是上次 抢我车位那个兄弟吗 老婆孩子怎么样 母子平安 上次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谭经理 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 我送我老婆去医院 把他们给车位给抢了 在这里遇到 你说巧不巧 原来是你 孟总他都跟我说了三次了 兄弟兄弟 兄弟你们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 孟总他们今天是来谈合作的 但是没有达到我们公司的要求 兄弟啊 你明天直接把合同带过来 我们签了 可是 没有可是 跟我们公司合作的 我们看中的更是人品 这都翻点了 咱们兄弟几个 去喝点 走 来 走 走 记者昨日种种 千辛万福 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